《零二十九谁是谁》的戏,晨曦走出不远的距离,她的这番话也听到了,而且,她也怀疑皇甫锦号是故意让她听到的,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却听到皇甫锦号冷冷地说道,身为公主的夫婿,竟敢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,其最当珠,水淹脸色惨白,不知道为何,她觉得这个男人比赤羊公主还有害人的气势。 由如此时,她甚至不知道该说什么来给自己辩解,晨曦摇摇唇停住脚步,皇甫锦号,皇甫锦号看了一眼停住脚步的晨曦,唇脚勾起一抹冷酷,北唐家也有罪,养不教父之过,我会上书请下国皇帝好好教育自己的臣子的,至于你,胆敢勾引三公子,罪该万死,皇甫锦号,晨曦忍无可忍, 转头愤怒地瞪着她,这是我的公主府,不是你的,皇甫锦号与她对质,毫不让步,不卑不亢道,公主,锦号只是按照杨女国的规矩办事,公主虽然身在下国,一日未嫁人,就是杨女国的名服其实的公主,公主府的人也就得遵守公主府的规矩, 我愿意饶过他们,怎么,这点事情我还作不来主,不,锦号只是不希望公主一次次的坏了规矩,无规矩不成方圆,如果公主之意如此,只怕要不了多久,公主就会成为天下人欺负的对象,随便什么女人都敢勾引公主的夫事,最后,公主难不成要帮着 这些不守规矩的夫是养别人的孩子,养一个没什么,可有一就有二有三,下国放荡的女子可不少,公主的夫事要每个人都把持不住,只怕偌大的公主府都装不了他们种下的子僧根了,你沉吸一口气堵在心间,发作不出来,皇甫锦号说的很有道理,这次她纵容了北唐军联,下次就有可能是别的男人, 绕过了北唐军联,却不绕过其他人说的过去吗?到最后,六个夫君个个都是不喜欢她的,她能够怎么管束?难道他们不愿意管床单,还要彼此一辈子守活寡?皇甫锦号冷酷的目光扫过一旁的林俊臣和许飞双,五公子和六公子应该懂得这些规矩,却由着公主胡闹,不进行劝谏,可谓不忠 如今环和一个封城女子混一起愚弄公主,死罪可免,活罪难饶,来人,拖下去,美人三十大板,晨曦不敢置信地看着她,她一个将军,还是只属于她的私人将军,居然当着她的面要处罚她的夫事,住手,谁允许你这么做的?晨曦冲上去喝住现身的四个暗卫,拦在林俊臣两人面前,皇甫锦号冷哼一声, 公主难道还不明白规矩是必须遵守的吗?身为上位者就该有上位者的认知,先皇把公主托付给微臣,微臣就有义务监督公主,忠言逆耳立于行,晨曦气得牙根都打战了,如此放肆,如此张狂,她还毫不谦虚地看着她,如果不是十万精兵由她统帅,她可以这么放肆吗? 胸口一起一伏,她再一次感觉到身为棋子的悲哀,这次杨公主真是可怜虫,什么都要被一个下属安排好,偏偏环桥上了人家,真是可笑之极,万而不得,求而遭气,泪水如断线的珍珠滑落, 沉曦感觉到了浓浓的悲哀和屈辱,她倔强地看着她,我知道,你就想让和他们上床罢了,然后给你生下一个傀儡继承人,你好更加便利地操纵十万精兵,为你真正喜欢的女人尽心尽力,皇甫锦号脸色微微一变,沉声道,公主,你又说气话了,啪,鲜红的掌印赫然留在了皇甫锦号的脸上, 沉曦狠狠地看着她,我告诉你,我就算死都不会让你们如愿的,十万精兵我不稀罕,你想抢就抢,天下人的唾骂有什么大不了的,你和你的情人夺取江山之后天天腻在房间里寻欢作乐不就听不到了,一个男人不够满足她,你可以多找几个男人伺候她,就像对我一样,公主,皇甫锦号脸色变黑,沉曦灰衣袖擦掉眼泪, 冷笑起来,被以为我不知道,你们就是想让我做棋子,你当我真是姐妹情深才代替皇姐来下国做人质的,皇甫锦号几人都是脸色大变,水鹰更是恨不得自己不在场,这种皇家密室她实在是一点点都不想听到啊,微臣尽不知公主一直都是那么怨恨着我的,恨,沉曦呵呵笑起来,错,错了,没有爱何来的恨, 我从来就不爱你,以前不爱,如今不爱,将来也不爱,我只是讨厌你们罢了,人啊,可以有野心,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可是,如果要靠着卑鄙无耻的行径来得到那就是无耻,皇甫锦号看着眼前的功臣兮,她觉得她还是第一次认识到了真正的功臣兮,以前的那些通通都是假象,一直以为自己聪明的人,想不到却早已被人当作真正的戏子玩弄在鼓掌之间,这种感觉,很声色,她还是第一次尝到, 林俊成和许飞双僵立在原地,至于护卫和水烟都几乎停止了呼吸,他们怀疑赤阳公主再说下去她们待会还会不会有命,争冲之间沉曦眼中的泪意已经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傲,想冬雪寒美一般傲然独立在枝头,不肯为任何人低头,这样的她一样让她惊讶, 她已经太久没有在赤阳公主的面前失态了,你怕公主府会被带坏了也简单,我修掉北塘军连,其他人以后也效仿她的话我照就修掉,如此你可满意,皇府警号呆愣了好伴想,修掉,这话实在是太让她惊诧了,赤阳公主这些年来虽然任性,可是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,伴想她才回神辰圣问道,你舍的, 晨曦痴笑一声,眼神暧昧地瞄了她一眼,红唇一勾,我有什么舍不得的,北塘军连虽然听俊俏的,可是,本公主需要美男还会缺吗?我相信总有人是真的想成为我的夫事的,为了钱或者为了权什么的,或者说,皇府将军舍不得,皇府警号见眉异咒,这话何解? 哼,我觉得啊,六个夫事里,没有一个是真心喜欢我的,可他们呢,对你却是欣赏和尊敬都有加,所以啊,我忍不住会怀疑,他们是不是都喜欢你了,而在场的人都黑线了,尤其是林俊晨脸色黑得如锅底,许飞双一向忧郁惯了,所以这会一如既往的忧郁, 倒让人分不出他有没有恼怒,皇府警号脸色更加阴沉,他居然如此想,哎,其实呢,段秀也没什么可耻的,爱一个人怎么有错呢? 只要不要卑鄙无耻地用下流手段,真诚地爱慕对方那是没错的,本公主不会怪罪任何人的,所以,你们几个要是真心相爱我乐意成全,只是很讨厌你利用我啊,你,好,好,很好, 黄府警号连说了三声好,由此可见他心中有多愤怒,晨曦灿然一笑,十分纯真无辜地看着他们道,不用你夸我,本公主有自知之明,我呢,不是很好,但是也绝对不是坏人的,扑,三男几乎不约而同地想冲过去掐住他的喉咙,不要听到任何一句话了,可是他们的涵养又生生地压制他们不能动怒,不管如何, 他是公主啊